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人大家好 感谢观三号堂书因带来的刀桃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IG对战Secret的比赛 那么这个也是唯一的一支中国队啊 来看看这个中国队的这个表现 希望咱们的IG可以把这个中国唯一的这个希望啊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不过从这个IG啊 从IG去打这个OG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IG最近这个状态保持得还是不错 只不过就这场比赛IG的这个BP啊 又是一个蚂蚁啊 又是一个蚂蚁 这场比赛Secret双方都是前两手直接拿出了中单 而且Secret直接在前两手把这个中单和大哥都拿出来了 IG则是拿出了三号位CharaS的一个小强 并没有选择给CharaS去拿这个杀王那个英雄 对方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办杀王 办掉的是波波卡的土猫和这个中单的一个Tinker 那么在最后一手的搬人方面IG看到对方现在缺一个3选择是搬了一个最稳妥的黑弦 自己的阵容拿的是影魔和蚂蚁的一个双大哥 然后三号位的小强一个五号位的戴泽 Secret则是一号位的狗二号位的猫 三号位目前还没拿出来四五号位是赏金和拉比克 赏金加拉比克的这个双酱油组合是我个人觉得胜率非常低的一个双酱油组合 因为这个双酱油其实很僵硬的一点就是没有输出 这个双酱油输出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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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 特别特别的低 因为这两个人就这两个酱油都缺乏这种有效的控制 拉比克的这个举算是一个控制 但他这个控制没伤害 然后除此之外呢 能够算得上控制的就只有赏金的一个T 可以打断一下对方的TP 也就没有其他的作用了 所以这个两个酱油应该说胜率真的非常的低 这个不是我奶 这个不是我奶 他确实是这个上 确实胜率低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最后一首目前三号位胜的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沙王现在可以选 大鱼被搬了 黑咸被搬了 小强被选了 Secret选择拿了一手大屁股 三号位的大屁股 IG目前最后一手可以选择拿大哥 也可以选择去拿酱油 如果拿大哥位的话 这场比赛打狗的话 可以考虑去拿个剑胜 其实Bernie这场比赛打个剑胜 我觉得比打狗要好 比打这个蚂蚁其实要好一些 不过这场比赛 蚂蚁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就是还真拿了个剑胜 真拿了个剑胜 因为这场比赛 他在最后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 一个位置上 如果说他硬拿这个蚂蚁去打 对方的一个阵容会发现一个 就这个阵容会很很尴尬 很尴尬 这个蚂蚁去打Secret的阵容 打大屁股打不死 然后呢 打这个小狗的话呢 比较慢 打火猫容易被嗅 他只能是去找对方的酱油去下手 就蚂蚁比较适合打那种 就是相对来说 腿比较短 腿比较短的这拨 腿比较短的这种人 但是Secret这些人呢 腿短的人都很硬 腿短的人都超级硬 他没有这种特别怕蚂蚁的 所以最后一首 从打狗的角度来讲 尖胜应该算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尖胜毕竟不怕小狗给撕裂伤口 你给我我就赚 小狗打尖胜 在出到晕锤之前 小狗打尖胜都没有明显的优势 这场比赛刚才上来 也是愉快的暂停了一下 我们来进入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 OK那么进入到比赛当中来 Burning的这个剑胜应该说 其实就这套阵容啊 就对面的这个Secret这套阵容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IG最近练的少 还是说他们就没有练过 其实这场比赛打Secret这个阵容 敌法绝对是爸爸 这个阵容敌法绝对是爸爸 敌法这个英雄 其实打小狗并不难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多少队伍 用敌法去打狗 狗想去追敌法是比较难的 而且敌法这个英雄 就这场比赛来看的话 敌法很擅长去切像火猫 像大屁股 还有像拉比克 甚至于包括像现在版本的上金 他很适合去切这些人 敌法特别喜欢那种蓝多的英雄 现在版本的火猫一般都是走法系 这个火系法猫的路线 火系法猫的路线他蓝很多 然后这样的话敌法过去切这个火猫的时候 切的时候他会很疼 具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用敌法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 还没有来得及去 去开发这个敌法这个套路 而且Burning的敌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不用我做更多的介绍了 但凡知道Burning的人 都应该知道他的敌法 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敌法这个英雄 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 来说他没有开发 我觉得主要可能考虑到 大家这个开发的时间尚短 并不是这个英雄真的不能用 这刚一上来两个人是就抢了 一波对方中单的这个神符 这里一个T 踢住以后 他B这样过来以后 这个大Q感觉有点危险 大Q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要死 不出去外头应该是死 一刀 没有能够来得及去吃到这个圣坛 那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 有观众表示说 缠绕不是把敌法打出来 但是你要考虑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敌法是一定会出分身斧这个道具的 Secret的这个阵容 唯一一个能去限制敌法的点 就只有火猫的这个捆 或者是大屁股的这个捆 但是捆这个东西 是很容易被分身解掉的 就是正面团 我不可能提前开分身 我的分身一定是用来留着这个解气能的 而且敌法师现在这个版本里面来说 不管是出一仗也好 还是出BKB也好 就这两天刀具敌法肯定要背一件的 就算不做BKB 我有一个分身 只要解掉你其中一个技能 在你小狗有大晕锤之前 你都不太好打我 而且小狗不擅长打一切 适合出分身的英雄 这个是小狗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完全打不了分身系的英雄 你拿一个猴子去打狗 这个猴子根本就没法打 这个小狗根本就没法打 我说反了 抱歉 我说反了 小狗这个点 他比较适合的就是去欺负 为什么小狗现在会比较火 一个是因为他现在这个单体输出高 一个是因为现在幻象系的英雄不受重视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现在幻象系的英雄没有多少人来用 幻象系的英雄的代表就是小狗 就是这个猴子 然后TB是因为他能推进 然后美毒杀是因为他能带球 所以大家可能会用一用 但是极少有哪只队伍会去用美毒杀和TB这种英雄去打狗 因为TB他有可能会被狗秒 他的幻象数量太少 梅里万这里要过来杀了 这一个困捆住以后 但是这应该是可以拼掉 梅里万再来一巴掌 先灵火再来一巴掌 这里给上一个T以后 看见啪比将赶紧往回走 双方都是利用先灵火把自己救下来 这一波互换以后 应该说对于火猫和这个影魔两个人都是非常的伤 不过一边选择的是吃大药 一边选择的是去吃圣坛 相比较之下吃大药的这边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的圣坛可以留在下一波用 我刚才说成小的时候 把那个小男家说成美毒杀了是吗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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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感觉有一些危险 还好 还好 还能追上 能追上一刀 直接死 漂亮 这里有鞋 有鞋以后的这个移速还是比较快 所以这个能追上 口服啊 口服正正常 口服大家习惯了 已经 我都不用做过多解释 大Q这个地方感觉是有危险啊 大Q感觉有危险 一个影压 一个平A 这里身上被毒球的这个毒波 好在毒球的这些伤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赏金前期的一个游走 应该说收益还是非常不错 他主要的这个收益前期是跟死了对方的一个大Q拿到了一个一血 而且这里很快的买到鞋 又杀了对方一只鸡 这个拍屁将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继续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后续的一个剧情 因为现在的这个比赛 从双方目前的这个对线情况来看 影魔在初期能够现在已经有了15层灵魂的话 这个补刀就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里面 影魔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适合游走的时候有一个赏金 拉比克要在这个线上去挂自己的队友 然后拉去拉野保证自己的发育 而且拉比克加赏金这两个人去游走 他也就能游死一个这个影魔 而且由于这个组合 就是他没有爆发 没有爆发 现在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强调爆发的原因 就在于你没有爆发 你去游走对方 你三个人去游走对方 有可能能磨死对方的一个 比如游走这个中单的影魔 你不可能能把他打死 这个不假 然后紧接着就是对方两张TP落地以后 你还没有杀死这个影魔 就会被对方反杀两个甚至三个人 所以现在就是强调爆发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 拉比克加赏金这个两个人去游走 配合中路的火猫 哥仨没有一个有爆发的 伤害最高的是拉比克的柔化能流 和这个赏金的一个标 但是这哥俩等级低 所以你前期杀一个人的时间成本太高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谓夜长梦多就是这个道理就在这 波波卡的蚂蚁选择来中国换一波 这里选择的是二级的一个缩地和一级的蝗虫 并没有选择去升连击 感谢寄导先生送送的支队友 波波卡在这个地方 给上一个蝗虫 MD1这里 MD1这波可能要被耗得很惨 这个由于有一个穷鬼盾在身上 所以这个蝗虫倒是还好 给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 这两下 MD1差点被秒了这两下影压 这里赏金又是准备过来偷鸡了 因为这个赏金现在它是 对方虽然说是变了鸟 但是这个鸟的血量只有150 如果被赏金第一刀出一个暴击 第二刀没反应过来 被打出来的话 这个鸡还是要死 你身上有毒球再加上忍数的这个减速 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比这个鸡在不开加速的情况下 要跑得快的 有观众问这个forive去哪了 forive是被那个被踢了 forive被踢了 他的这个表现并没有达到 没有达到预期 不过说实话 你想把一支队伍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三号位上 现在全世界我觉得能 能去承担如此大压力的三号位 就是能够把一支队伍的一个获胜的希望寄在他身上的 应该也就只有 我觉得现在也就只有三大兵了 可以这样了 也就只有三大兵可以这样 前四爷的话 前四爷他这个有的时候 有点老年综合症 他这个 看一下这只鸡 这只鸡感觉还是有危险 又看到鸡了 又看到鸡了 不过这个是蚂蚁过来帮着运了一下 宇宙哥也不行 宇宙哥现在这个英雄池已经不足以让他支撑起来一支队伍了 现在就只有三大兵还比较靠谱 三大兵和废子鞭还可以 废子鞭有点神经刀 废子鞭有点神经刀 哎呀这个端子没中有点可惜 Madewan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个Madewan身上并没有在后排提前留魂 这里帕帕将过来去看一眼 但XXS这个小强第一波的大招已经是用完了 可以回去继续去混血 Provive这个三号位就是MVP这几个选手啊 你要想拿他的这个选手过来去补充你自己的队伍的话 其实试用性并不是很好 这里举一手去找Peloday 这里三魂一爆一刀直接砍死 那个Madewan现在的这个火猫一般前期都是这么的 但是感觉自己好像也是有点危险 这里博博卡并没有继续去追 这里赏金神的一个无敌斩 哎呦这个地方 Peloday将是被Burning给阴了 Burning这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他在这儿放无敌斩 就是因为他走得足够近 就是我在放出无敌斩来以后你来不及跑 就是你已经站到我的真眼上面了 这样的话你已经是以这个真眼的站到 等于站到我真实的原心的部位 这样我给你一个无敌斩 你是跑不掉的 就算我三刀没砍死你 出来以后你也不可能马上脱离这个真实的范围 还有观众问这个布狗 有观众问布狗去哪了 布狗的动向我还真是不知道 布狗 我讲道理的说 我估计全世界没有现在 就现在的职业战队来说 没有任何一支队伍 有可能会要布狗这种三号位 他的这个三号位的英雄池跟现代的这个现代版本流行的这种三号位的英雄池是完全不同 布狗如果去转一号位我觉得还有可能你让他打三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哪支队会要的 这里穿刺起来了 肩上跟上来以后开转 这样的话直接就死了 过来给了一口毒奶以后带则的这个毒奶还是疼 帕比也带着狗 看一下帕比带狗 这个大Q应该是要被直接打死了 这个爆出来给减速 狗葬漂亮 这波这个狗有可能把自己给卖了 这还能再挠一巴掌 加一口血 这里最后是被火猫的一个T打死的 小狗最后一口没有挠死 加了一口血以后 小狗的这个输出是建立在对方血多的情况下才厉害 血少的话你这个伤害还是比较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将近十分钟 小狗目前经济第一 Burning的剑胜是全场第二 火猫第三 影魔第四 只过影魔的这个经济现在差点多 不过影魔的经济应该是可以在未来的五到十分钟之内 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应该可以补起来 因为现在对方的这个赏金 赏金如果一直去带狗的话 狗的这个经济是不太容易去保证的 他们这场比赛三号位是一个大屁股 并不能去带狗 所以他选择了让赏金去带狗 赏金带狗的话 现在赏金迟迟没有到六 他现在应该要选择去出一个赶紧买书 但是这场比赛 帕币将在前期的一个游走效率比较高 所以现在秘法已经做出来了 秘法的钱够 而且剩下的钱是够买一本经济书的 那么这样的话 他到六带狗这个节奏打起来还是可以的 赏金带狗一直没有被普及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带狗的组合不厉害 他不像隐次 隐次带狗的话 我可以让对方沉默 一般来说 对于99%的英雄来说 沉默了就意味着要死 因为前期的逃生能力都是靠技能 你不可能前期说 我10分钟的时候摸出一个推推来 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前期他这个隐次带狗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大鱼带狗的好处就是在于 我的秒人能力比较强 有时候一枪给你踩晕 然后秒人能力强 看下这波开悟 Secret的一波开悟 绕到了这个圣坛的这个位置 卡在这个高低的视野 赏金是逛街逛了一圈以后 然后哥俩全都藏在塔下 大Q这个地方应该马上会给对方破误了 破误了 插了一颗真眼 这个地方过来打一波激扬镳 这里往回扔一个魂 直接飞走 大Q在这个地方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被给上一个标记 蚂蚁的这个蝗虫三人个人全中 波波可以往前追一下 趴毕将这波有可能要死 穿刺直接死 还在这里也要死 大屁股开一个大招想要救 但是这个大招毒条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这样啊 这一波Secret是把自己给卖了 他的这一波开悟绕后 被对方击杀 而且是带着火猫一块过来的 这波是非常非常伤的一波 你能够看到这波打完了以后 这个影魔的经纪已经追上火猫了 而且尖胜的经纪是来到全场第一 Madewan这里给了一个TC 然后发现全空 全空 这飞过来想留人 但是你飞过来都没有无影拳 你飞过来只有一个C 你这个 这个飞是什么意思 感谢吉尔先生送送的两个666 非常感谢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IG的这个节奏还是 慢慢地保持下来了 就他把前期的一个劣势慢慢地找回来了 刚说完就要死 一个伯葬 伯葬没有加上 这个伯葬距离还是稍微有点见 但是反过来给上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编织 这个编织小狗要注意一下 火猫 伯葬套出来 这里小强在找机会 这个时候可以给火猫一下很疼 很疼 这个大屁股的立场给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深渊给的位置很好 但是小狗追对方的这个戴泽追的有点深 XS这波肯定是死不掉 山上是有皮大一个无敌斩 直接把狗斩死 这样小狗这波死了 小狗跟拉比克两个人 换了对方的影魔跟戴泽 应该说这一波打完以后 其实秘密更亏一点 因为小狗的补经济能力 跟影魔的补经济能力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你见上 这里给了一个火雨 Burning这里 Burning这都干嘛 Burning这 Burning这个地方是被对方偷的一个抽篮 抽了一口篮 然后梅兰放转了 梅兰放转了 拉比克转身又偷了一个剑伤的棒子 而且是一个三级的棒子 这样吧 比赛经营了14分钟 目前双方的还是比较胶着 这个经济和经验都还比较胶着 胶着 线上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要走这个分身斧的一个路线 至于分身以后是走这个伞尸 还是走电锤 或者直接再去出别的装备 这个都 现在都不太好判断 因为他这场比赛出哪个装备都可以打 相比较之下 这场比赛 他第一件装备直接去出伞尸 或者他其实还是需要出分身 这场比赛 他分身这个道具 对于剑伤来说 这场比赛是很有用的 解对方的这种 他如果用分身去解技能 然后用转来走位 用平A和大招来输出 这个是这场比赛 Burning最好的一个节奏 如果他不出分身斧 用这个转去解对方的技能的话 那就意味着他缺少了一个 逃生或者移动的 走位的这么一个技能 这一米利万的火猫来到了下路 看看这波来下路 有没有机会 这有没有机会 这里给上一个抽篮 这里一个TC捆一手 再给上一个 这里穿刺 一个双叉 漂亮 这样呢 XXS这波应该暂时是安全了 因为对方不敢追 这个位置其实追进来的话 肯定是可以杀 但是对方这波不敢轻易追 还可以砍树 再砍一颗树往上走 火猫这里绕了一圈 没有找到人 小强现在的技能又快好了 小强的技能又快好了 他这一波如果来人是可以杀的 因为小强有大招了 小强这个位置可以开大招 出点 对方火猫开火盾 可以直接开皮弹 把他弹晕了以后 给上一个穿字 一个抽篮 这米利万就走不了了 这大皮股直接开大了 那就走 直接开大了就走 这对方还有人 还有人 小狗过来了火猫第二时间切入 切入回来 插了一个真眼 这个真眼很关键 放一个真眼以后 小强这里直接选择了车队 薄薄卡下一个缩地开出来 被对方直接给上一个标记 那走样了 这波是身上没有任何能够逃生的东西了 已经一个标直接带走 而定第一点装备还是果断去走 有分神斧 分神斧这个道具 对于剑胜来说收益还算是可以 这里剑胜也是把自己这个 珍藏了多年的只头狼呢 是让他跟着影魔去 去混饭吃了 自己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去打野 这里也是走到了上路 配合影魔过来去推塔 三个人对对方上路一塔的一波推荐 这波上路一塔应该是放了 看一下这里给上一下 穿自己来洒粉 拍比较这波应该是要死 拍比较这波应该是要死 这里给一个梅肯 火猫给技能 小狗爆出来 拍比较这波居然是带了这么多人 影魔在高地下面摇了一个大招 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低啊 这波 这波主要是对方带的人太多了 而且小强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的技能给完了以后 后排自己的队友来的太少 对方的一波主动进攻 IG的这个防守来的太被动了 人来的太少 不过好在这波死是死掉了 一个小强和一个带泽 这两个人基本上都不需要太多的经济 而且本身也没有什么经济 所以死了也不是很心疼 大哥都没有死 经济方面保持 两个大哥都还是在第一集团 可以比较稳定的宝石座 那么这个比赛就有了往下打 现在比较麻烦的一点是 就是现在不能 IG不能过多的去送这种人头 因为对方是有赏金的 就是送上那么一两个两三个问题不大 你别一直送 到一直这么给人头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被对方慢慢的依靠赏金的一个标记 就把这个境界拉开了 而且赏金这场比赛 他的装备选择出了一个支配 选择的是一个秘法支配 这里小强过来一口看一下 赏金出支配的 就是现在因为几乎所有的英雄都可以做支配 赏金做一个支配的话 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召唤的野怪 更好的去配合自己游走 就是这个野怪可以更好的 更直接的去开视野 然后赏金可以去寻找自己切入的一个路线 以及切入战场的一个位置 这里奸胜的大原谷 这个大Q 这个真眼插上一个真眼 这个无敌斩直接斩出来 秒掉还有一条狗 额外的收获 还送了一个人马 可以可以 这波可以 这波可以 只能说大Q的这个真眼 做的时机找的还非常的准 因为这个圣坛这个位置啊 圣坛这个位置的眼战略目的 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当初在7.0刚开的时候 这个版本刚刚开的时候 我在做这个眼位的推荐的时候 就给大家一直的推荐过这几个圣坛的眼 但是从现在看来 因为那个时候版本刚刚才出来 所以大家对这个有 就包括我在内对这个版本 肯定谈不上什么多么深入的理解 但是从现在来看 这个圣坛的眼位的战略意图 比我那会想象的还要高 还要高 野怪杀死了小狗 野怪也是利 没办法这个 野怪杀死了小狗 人家不过 不管是谁杀死了这个狗 甭管是谁杀死了狗 起码他死了 他死了 他的经济就要崩 小狗这个英雄我在很多时候 小狗相比较来说 他在力量型的英雄里面 就是力量型的一号位里面来说 他算是一个补经济能力 稍微强一点点的一个英雄 但是这只强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可以实现无伤打野 这个是很多力量型英雄所不具备的 另外一个具备无伤打野能力的 基本就可以考虑就是骷髅王了 就是在不需要装备辅助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无伤打野的 就只剩骷髅王了 但是骷髅王这个英雄的爆发 有没有小狗高 但是即便如此 小狗的补经济能力 仍然是比较捉急 他跟剑圣 跟这个影魔这种人 去补经济能力相比的话 是完全不可通人而言 这个地方的一个真眼 看到了这个XXS的小强 一个蝗虫过来以后 这是要打吗 这个TC捆住 因为XXS已经开完头皮 但是这个满级的皮 这个弹到了趴币将的一个标 这一波这个弹还是弹得非常漂亮 最后虽然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但是他这一波拖了对方很长的时间 这里拉比克是偷了个影鸭 Burning在下路 已经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分身斧 下一个招备准备去做雷锤 这场比赛他出什么都行 因为对方的这个阵容 他不管是出雷锤还是出蚕尸 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影响都差不太多 Burning这里直接选择转家TPM 这样的话对方是留不住他了 上路这个地方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对方是走了两个人 上路这个时候应该要打 应该是要打 这里给上一个编织A了几下以后 MP的这个狗也是非常的疼 但是这波对方撤的也是比较果断 这波来的人不太对 就是第一个落下来的 其实最好是XXS的这个小强 XXS的小强在这个位置落下来 然后直接去找到对方的一个人的话 效果来说应该会很好一点点 比赛那进行到了22分钟 双方的这个 SECRET这边是准备过来打盾 因为他带了一只头狼 然后小狗第一件装备选择直接出断面 没有选择做先做回音刀 所以他的这个打盾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这里派币匠选择是做了一个 有一个勇士转章 这样啊等于是双肩甲 双肩甲加上一个加工光环 然后大屁股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去当肉 这个下路的小强也是被对方 那个火猫给捆了一下 MD1这个状态耗得也比较残 而且现在MD1的装备起得很快 他在22分半的时候 有一万的精解 身上的装备就火系 火系法猫 这个法系火猫 在22分钟能够达到一万精力 这个就已经算是相当顺了 因为他打前毕竟不能跟这种 飞鞋狂战的火猫比 他完全就只能靠着自己的 这个一刀一刀去补 然后靠着火盾去烧兵 他只能这么打 这个火猫这波 这个火猫这波感觉要出事 他是屯儿飞过来的 要被秒了 漂亮啊 没对话呢 这个大杀特杀被终结 而且是小强拿到这个人头 这个对于小强来说是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因为小强这个英雄 这辆比赛 他选择出的是一个点筋手 他密法点筋以后 下辆车被直接奔A杖走 这样的话 他拿到这个400多块钱的人头 对于小强来说 非常非常的赚 因为他本身 没有太多补刀的机会 他完全是要 依靠人头的一个收入 这波很赚 火系法猫没毛病 好啊 没毛病 健胜这里 这个雷锤钱已经够了 钱已经够了 你叫你这个叫猫系活法也没问题 叫猫系活法也没问题 这样呢 双方现在打到24分钟 24分钟 目前这个经济情况 你看剑胜的一个补经济能力 剑胜这个英雄 他的补经济能力好 真的就是 就是为什么剑胜 现在一般大家都喜欢 去先出这个分身斧 其实打钱这件事情 就单说打钱这件事情 移速的这个属性 移速是一个很关键的属性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 先去做这个分身斧 分身斧加移速 而且他加的属性 剑胜本身打怪的速度并不慢 他在有了这个 就是分身斧这个东西 可以给剑胜提供 大概 他可以给这个剑胜提供26点的敏 26点的敏对于剑胜来说 就是26点的攻击力和26点攻速 然后本身他又加15点攻速 这样呢 他加起来就是41点攻速 所以剑胜在有高攻速 有暴击 现在就是大屁股这个英雄 之所以这么受人重视 也是因为他这个飞 他这个飞虽然说我不能飞英雄 但是呢 现在这个支配很流行 出于支配带一个野怪 然后就可以满地图飞了 满地图扔野怪 然后就可以满地图飞 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经常可以看到 像大屁股配合这个老陈这种组合 经常会出现 也是这个原因 老陈我可以把野怪往地图 哪个地方一扔 然后呢 我大屁股往那一飞 直接过去找你人 大屁股的这个飞 跟小精灵的飞不太一样 小精灵的飞 对方也能够看到你这个传送 但是大屁股的这个飞 对方是看不到的 对方是看不到的 这个对方如果说你飞的这个人 在对方的视野之内 对方可以看到这个法术特效 但是呢 你如果说是在这个视野之外 你是看不到地图上 有这个提示的小红点的 小精灵那个有点 这个大屁股的没有 这个就是区别 感谢寄导先生赠送的五个猪猎友 和五十个 还有无敌的萌新 无敌的萌新赠送的五十个666 话说好像这两天开始 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春运 好像就已经比较 进入到这比较繁忙的时间了 我今天 今天是 今天是拉月25嘛 我今天早上出去 本来在做完一篇 那个做完直播以后 我想出去买个早点 结果出去我发现 所有的这个早安摊都没了 估计可能都已经 都已经颠了 这里Burning又是一个 专家TP 又是一个专家TP 因为这场比赛 Secret的一个阵容 在小狗出到这个 又是 又是大Q 又是大Q 这个毫无办法 大Q这场比赛 因为他身上肩负着要去做演的这个重任 所以他在做演的路上 路程上 经常会被对方这个赏金带狗逛到也是没有办法 但是赏金带狗如果一直只能杀掉对方的一个代责的话 也无所谓 无伤大眼 看一下蚂蚁 给他身上给了一个标记 大招了 开出来 再给一个C接着逃 对方这是追不上了 这波蚂蚁没有死很关键 而且蚂蚁现在身上已经是有了A仗 这个蚂蚁有A仗以后27分钟 那么这个团战 作为这个Secret来说就比较难去处理了 波波卡的这个蚂蚁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他说像昨天我忘了是哪只队伍了 他们打这个4号位的蚂蚁 好像是趴皮吧 好像是趴皮的这个蚂蚁 那个我真的就只能 只能说他就真的是不会打这个4号位蚂蚁 那个站位老是站的很成问题 但是中国队的这种 这种辅助位的蚂蚁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中国队并不是最早用这种4号位蚂蚁的队伍 但是中国队把这个战术是发扬光大了 用的非常的不错 好像不是趴皮的蚂蚁 好吧 那应该是我记混了 这样主要是一天做十多场比赛 确实也比较晕 这个也希望大家 你们理解不理解 其实我也已经晕了 好不错呗 好不错呗 我都不要脸 对不对 接上下一段装备准备 就直接出这个冰眼 也是 这个就是Burning他的这个出装 一般来说都相对来说 比较稳健 那很少会去出一些过于冒险的装备 而且剑胜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 由于他不太需要去做BKB 对方的一个控制非常的乏力 整体来说 这个控制非常乏力 肩上有一个分身符 有一个转 可以解对方两个技能 就已经足够用了 BKB这个道具并不是很需要 而且团战的时候 剑胜一般来说 如果不是转着进去的 就是大招进去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 面对面去硬刚你这些人 切后 小强去处理 不需要别的呀 先回去处理扫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但是扫的这个时间不太好 对方其实都已经 所有人都下来了 把这个方便塔直接拆掉 回来要直播间观众的问题 那么这个 散失能不能散失掉火猫的火盾 没记错的话是不行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个比赛秘密的状态是回升了吧 秘密的并不是状态回升 而是因为换人了 这个阵容脱后拿来强势一些 这个阵容脱后期的话 如果一定要说拖大后期的话 双方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 但是呢 赏金这个点 就是说你拖大后期的话 核心是要看赏金这个点肥不肥 赏金这个英雄肥了以后 后期他做羊刀 这就比较恶心了 但如果说赏金这个点 没有特别肥 就是大家都拖着不杀人 那赏金没有不肥 他拿不到羊刀 这个英雄的大后期就没什么卵用 他就只能是给标记 也不断的给标记 所以价值就不是特别大 然后但如果说是一直打架 打得很频繁 而且人头出的非常多 双方都是很僵持 但出了很多人头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Secret可能占一些优势 说起来这次宣言联赛大叔 你看好哪个队 讲道理的话 我觉得我说 你们肯定很多人又说我奶 又说我奶 但是说实话 我这次宣言联赛 我挺看好IG能够拿到的成绩的 就是他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冠军我们先不用去想 前三名也不用过多的去收 但是IG这个支队伍 在最近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绝对是 绝对是已经达到了 国际的一线的一个水准 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IG的这支队伍的实力 只能算在国际上 只能算二线的一个水平 但是现在的这支IG 他的水平确实是不错 这支队伍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在英雄池上 但是你要让他拿到 他们的绝活英雄 你真的有点扛不住 我们也不用去寄希望于说 IG能够拿到冠军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里带着宝石 由于这个赏金带了宝石 所以这波直接 哎 波波卡这里也要死吗 一个大招我会撤 开一个C再继续逃 这样的话应该是留不住了 火猫这个再往前冲 有可能要把自己给卖了 这波又是被抓死一个小枪 就这种局是 现在IG最讨厌的一个局面 如果你不断的被对方去抓死 把自己的人抓死 这样的话 不断的让对方赏金 去积累他的装备的话 那有可能一会给你掏出 一个什么蓄灵刀 什么红杖 羊刀 然后甚至推推 风杖 出上一大堆这种 恶心人的装备 这个局就不好打了 其实我赏金也不上去打你 我就是过去给你个红杖 怼你脸一下 怼完来以后 直接给风杖给你吹起来 吹起来我就走 然后等你落地了以后 我队友过来了 我过去给你个羊 养你一下 养你 养完了你以后 然后再走 开BKB 开BKB 也不开要死啊 这蚂蚁给了一个大招 这个跟BKB两个技能是开虫了 对方其实已经选择了撤退 剑圣 这拿到了冰眼 这波是IG反击的一波 反击的一波机会 现在剑圣 剑圣在有了冰眼以后 剑圣是不怕狗的 狗现在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这个晕锤 而且他第一件装备 这个在第一件这种功能性装备方面 并没有选择去出晕锤 而是选择要直接去出晕锤 因为对方现在影魔身上 这个蝴蝶是早早就做出来了 下掉装备 影魔是直接准备去出一个撒旦出来 一切以力求稳健为主 小狗这个英雄说实话 真的很适合去出一个天堂之己 但是小狗这个英雄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缺格子的英雄 他有很多装备是必备的 必章他基本必须要有 现在的版本小狗暗灭也必须要有 然后呢 回音战刃必须要有 邪你必须要有 这样一下就占了四个装备格子 然后等于你现在还剩两个装备格子 你这两个装备格子 对于小狗这种英雄来说的话 你在游戏进行到 35到40分钟之前 你的输出是够看的 但这个游戏一旦再往后拖 你后边这两个装备都还得补输出 你补输出的话 你这输出还是打不死人 毕竟你是一个依靠狂暴 那么几秒去输出的一个人 狂暴这几秒打不死人 你马上就被对方打死 小狗天赋的这个闪避 小狗天赋的闪避 是15%闪避和这个25%的移速 15%的闪避的这个 首先它数值相对来说低一点 第二个就是闪避的这个效果本身 它是可以叠加的 虽然不是线性叠加 但是15%的叠加 加上一个天堂的叠加 这个损耗不会特别 不会特别多 你小强直接钻地 埋在地板上 过来打一波Burning Burning这个是不可能打得掉的 你大招救一下 XXS吃了对方无数的伤害 你看Secret你看这个小狗 你看这个狗 你看这个狗 这个就是小狗这个英雄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第一波输出打不死人 你这个狗这个英雄就没有 直接A死了 没有抖掉 小狗直接被捶死了 IJ这一波反坡 Secret这波打得太急了呀 小狗这个英雄永远的 就是它的这个B端 它这个B端是永远都解决不了的 一个就是在你没有狂暴的时候 就是这个狗就真的只是只是一条小狗 它真的就只是一条小狗 它在有狂暴的时候 它在有狂暴的时候 它是一个 它可以是一只这个黑背 可以是一个高加索 可以是一个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之前那个牧牛犬那种东西 当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最多也就是个哈士奇 你就看一个没有狂暴的狗 去摸别人的时候 你就总感觉它是 它是一个那个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那个狗 日天日地日空气的那个 太迪 没狂暴的时候真的也就是个太迪 有狂暴的时候它怎么都行 但问题是 它从这个藏凹变成太迪 它能当藏凹的只有几秒钟 然后马上就变成了太迪 所以这个小狗这个英雄 它虽然强 它有强的地方 但它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能秒人 能秒人的狗很厉害 不能秒人的狗很蠢 你像刚才这波最明显 你的第一波输出 全都打在了这个钻地底下的小强身上 然后对面蚂蚁一个大 把小强血加满 紧接着你的狂暴一结束 然后这边影魔带着 带着这个尖胜两个哥俩一冲出来 Secret这些人瞬间就傻了 因为它顶在前面最靠谱的这个狗 它顶不住 它只能在那个地方去日天 它只能日天 它日不了对面的人 你这个就没办法了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刚才那一波 它的第一波爆发 打到了IG一个有效的人身上 而且成功的被他秒了 对方这个带泽的脖脏和蚂蚁的大 没有能够把这个人救下来 那这个就另当别乱了 其实现在这种 就是出A仗的蚂蚁 是可以考虑做一把跳刀 或者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以太的 严格以上说 可以做一个这种东西 做一个跳刀或者以太都是可以的 就这两个道具 现在这个蚂蚁是可以考虑去出的 这两个道具是可以极大的增强 这个蚂蚁的一个容村率的装备 这张蚂蚁在浪增强 也只是拉比克这也偷了一个穿刺 带着狗 但是他这个穿刺啊 小强的这个穿刺和沙王的穿刺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他这个技能的抬手 他的技能的抬手和生效时间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小强的穿刺 是一个非指向性技能 你有空的可能性 沙王的技能是可以指向的 而且沙王的这个穿刺 没有路径的这个 就是他没有弹道时间 他的技能是没有弹道时间的 又是一个小强变成一坨石 在前面埋着 这里再不断的用穿刺 把这个臭蓝去恶心对方 双方人都说来到12比12 经济方面呢 Secret在最多的时候领先了将近6000 经验方面最多都是领先了2000 多一点点 他的这个经济领先的优势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这个点身上 还有这个点身上 这两个加有的领先 他的大哥经济 其实一直没有明显的优势 他都是在酱油身上 因为小强这个三号位是一个 很穷的三号位 一般来说 如果你让小强 就像昨天咱们看这个金山山同志的那个小强 他拿到全场经济第二 那种小强 可遇不可求 百年难得一剑 打100场不一定有一场 那小强能那么肥 但是这个小强 他本身就是一个 他需要的是四号位的经济 但他能打出三号位的效果来 是这么一个英雄 当然了你也别太奢望 他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是比较难的 赏金的装备选择是准备去出一个天堂 他出天堂主要就是为了限制对方的剑胜 但是剑胜有转 有分身 有无敌斩 你出这个天堂 效果能到什么程度 尤为可知 而且即便就是你给了对方这个天堂 这个剑胜想走还是走得掉的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影魔 影魔开了BKB以后 你这天堂没用 他们真正现在输出点是影魔这个点 而不是Burning Burning的输出是锦上添花的 就是我在团战的时候 我的输出是更多的功能性的有输出 我在前排用无敌斩去给你造成威胁 然后呢用我的这个冰眼 去给你去产生流人的一个效果 又是这一坨屎 又是这一坨屎 这一坨屎就在这地方不行恶心 你看小狗 看小狗 小狗这样又开狂暴来打 就开狂暴来踩屎 你这 什么意思啊 这个小狗 小狗看见这个小强 有点控制不救他积极啊 控制不救他积极 哎呦 这里开皮 撞到对方大屁股被残冤 小狗又过来踩屎 这个小狗 小狗控制不救他积极了 这样开始被影魔拍 直接拍晕 这样直接拍怂 拍怂了 直接往回走 这这这就是传终的 咱们这个观众说的很对啊 这就是传终的狗改不了吃屎啊 狗改不了吃屎系列啊这个 这什么意思吧这场比赛 我们要说的文明一点啊 这应该叫狗改不了积极 这应该叫狗改不了积极啊 小强的钻地减伤堪比刚备受啊 这个小强哎 又是一个大招救下来 又是一个大招救下来 小狗又去气息了 还是没气掉 这个明天万被盯住了 几下直接拍死了 宝石也没了 宝石也没了 这里给上一个抽篮 派来呆的拉比克 这波有点糟不住了 一个跳刀直接闪 结果被中立生物A了个爽 派来呆这里被中立生物 打掉将近四分之一血 小强的这个钻地的减伤是很高的 他钻地减伤40% 堪比刚备的这后备啊 堪比刚备的后备 而且他最关键的钻地以后 他每秒和每秒回生命 和蓝是回1.5% 就是现在的这个小强 那三地以后的这个回蓝 可以达到21回血达到30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强还有20多点护甲 这个小强 这个小狗控制不住 他自己一天到晚 小强一天到晚便死 哎 这个跳刀穿侧 刘忠大屁股 大屁股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这波波卡一个脖葬救下来 波波卡给自己一个大招救下来以后 大屁股已经死了 唯一能带队友飞的人已经死了 带队友上天的人已经死了 这样的话偷到了一个无敌斩 然后这个无敌人斩了半天 这哥俩不掉血 斩完了以后直接一个跳楼走 这个拉比克还是秀的飞起 然后他一个无敌人斩了半天 发现这哥俩根本就没掉血 打了半天 你小强一个人顶着20多点护甲 表示不是很疼 你随便打 这里小强一个开皮穿字 没有能够穿到 但是MD1身上已经没有魂了 最后一个魂放回高地 那么这样的话 小强这个坚胜带着影魔这哥俩 直接站到对方高地上面 可以直接平推了 这样吧 这场比赛应该马上要落下帷幕 我们可以提前恭喜IG了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现在已经不具备翻盘的可能性了 我打出一个晕锤 打出一个晕锤 一巴掌漂亮 最后这一巴掌打出超高的一个伤害 直接把MD1带走了 直接打出了 直接恭喜IG 在敗者组再次前进了一步 那么战胜了Secret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的下一轮 下一轮我们先偷偷地把这个片尾拿出来 万一有哪个朋友不小心一下 扫了一下 然后打了一个1 1万多个0 对不对 咱们来看看下一轮 下一轮的比赛 紧接着要开始的比赛 应该是IG对战菲斯勒斯的比赛 IG对战菲斯勒斯的比赛 菲斯勒斯的比赛 菲斯勒斯的比赛 另外一侧的是打赢 刚刚打赢了VP 那么紧接着下一场就是这两支队伍之间的一个较量 这两支队伍打完了以后 下一场比赛是 下一轮比赛是胜者组的决赛 由OG对战EG的比赛 那么是一个BO3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失败的一方 将调到败者组去和IG和菲斯勒斯的胜者 来结束这个最终的总冠军的一个名额 今天所有的比赛都给大家全程 直播和录制都给大家做完 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稍日休息 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第四 这个下一轮的比赛 IG对战菲斯勒斯 希望大家届时收看 最好就别走 最好就别走 然后就这样吧 挂了 咱们一会儿见